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时且藏风聚气 是风水宝地 龙脉集结处更佳 中国历代帝王都不约而同把陵墓确定在这些地方 秦汉帝陵在悬址中最主要的考虑是高长 其陵址所在地是否土厚水深 是否可以避免地下水对墓中失谷的伤害 此外 如陵区范围是否广固 交通是否便利等 也都是灵职选择的重要原则 但对墓地高厂广阔的要求并非秦汉天子所独有 比如西汉开国功臣韩信在他尚未贫民时 就选择了一处高厂 干燥 广阔的地方来埋葬他的母亲 地灵悬址中像墓术的应用可能始于南朝流宋时期 宋明帝太史四年468年改葬重献太后照 首次确立了风水的官方信仰地位 而这不仅是六朝皇室风水信 仰发展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 民间风水信仰逐步向社会上层发展的历史趋势 并最终演化为隋唐时期制度化的官方风水信仰 隋朝采用橡木术来进行灵之选择 其主要理论依据为五音性历数 与秦汉灵墓采用巨大风土不同 在唐十八灵中出现灵 庄灵 端灵等三灵采用高大风土外 其他诸灵云衣衫为灵 建于山峰之下 俯看脚下茫茫平原 气象宏伟 宋代大为盛行五音性历说 因宋朝的国姓诏数 脚音 所以在方位上他立秉 仁二位 其中秉项最佳 而在地势上以东高西下回家南高北低一毫 及东南地穷 西北地垂 按这样的说法 北宋在都城偏西的孔县 找到了一处南高北低的地方来修建灵墓 而在灵墓具体的建设中 依反中国古代灵墓中将地灵建于灵园内最高位置 俯看其他附属设施的建筑传统 将天子灵墓修建在灵区中北侧的地地 使得自灵园 大门到天子地灵从原来的越走 越高变成了一路下坡 于是出现了司马光所说的藏不厚鱼骨 而阴阳禁忌则瞬间的独特局面 展开全门宋元以后 项目中以龙 杀 穴 水 相配为要制的 干派行适宗风水术 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主流地位 灵青带地灵可谓四面环山 灵墓苍翠 风水加力 历代地灵对风水的尊崇 都有其明确而直接的目的 然而其凶游人 不在余地 无论随黄唐宗 还是宋王明帝 其国座既不能年长二千 是存二百 也无法子孙无疆 他们当初千辛万苦 找寻风水加地建设地灵的任何努力 到头来都不过枉费心机 1946年 蒋介石以抗战英雄之态还东南京后 就开始着一选择自己的目的了 他秘密请来了血豆子长老太虚 向太虚说明自己意图 太虚听了蒋介石的意图后 便在金陵四周为其寻龙雪 寻来找去 最后选中了紫金山 紫 金山有一处风水宝地 位于中山陵同孝陵之间的一处 这地方虽在紫金山的半山腰 然仍可看审南京全景 太虚法师看定后 蒋介石便把太虚法师让与密室 坐定之后 太虚拿出了所画之木图 蒋介石说 法师请明言 太虚说道 吴光梅花山 其龙雪在中山陵与明孝陵间 凡跪地 必有龙雪 选跪地 必先选龙雪 此金山梅花山风还暗拱 从山重结 三风对中 两风对空 乃坐下真龙之势 各山是大小远近相衬 虎聚龙寒 祖辅又必有天门帝户 其前后天湖天角 未知今无止法 其天观地轴 拱为紫月 实在是个万里难寻的好学处 蒋介石听了 大喜 太虚法师又说 我今已说破天机 龙雪已动 功当的中山陵 孝陵间盖一亭 未知正气亭 可将农镇住 待功万年之后与此安然 虽不能保蒋家江山万事 已使你蒋家福寿绵长 蒋介石听了更喜 数日 后 蒋介石便以巡览 中山名胜为由 扶杖登山 见太虚所市之处 四周环境优雅 月人心目 遂及命令下属 按太虚法师所主之处 建筑正气亭 时应抗战 结束 近一在 国内经济甚为困难 中山陵陵园管理委员会 拿不出修停支款 或陥美 应得一些华侨捐款 亭字方式动工 只不过 蒋介石 在此大费周章 十万万想不到 千辛万苦 选来的龙雪宝地 至今也没能用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